在长春生物爆出疫苗丑闻,18名高管被捕,公司被罚91亿元,近期深交所有强领其平台进入强制退市程序后,刚刚长春又有两家生产狂犬疫苗的生物厂商出了问题。 11月22日,至未经青年报披露,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11月21日发布公式,不予先发两家企业生产的人用狂犬病疫苗,和几约10万瓶。 之后,人民网等多家主流媒体网站,都转发了此文,一时间关于疫苗安全问题的谈论,甚嚣成长。 本号特意去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官方网站查实了一下,结果如下。 根据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网站披露的信息可以看到,两个被G18的产品,一个产品名称为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P18量为4.35万瓶,生产企业为吉林麦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另一个产品名称为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P18量为5.72万瓶,生产厂家为成全卓一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两家企业和今年几月爆发全国性疫苗问题,长春生物同属于长春。 目前,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并未披露去签两家药体生产的技术案品要具体理由,但不予签罚已经表明产品无法获得市场认可。 当农业部的狗咬了卫生部的人,谈谈中国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背景,国家要监局在对位于中国吉林省的疫苗生产炒家,长春朝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场地进行飞行检查时, 查出该公司在涉事批次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存在记录造假的问题,政府已经扣留了所有涉事疫苗,避免被患者使用问题疫苗,并停止该公司的疫苗生产。 世卫组织正在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并随时准备向中国国家卫生部门提供支持。 中国排成庞大的狂犬疫苗市场,狂犬病是一种十分恐怖的疾病,一旦发病和死亡率100%,而它又100%可预防,所以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被狗咬伤注射狂犬疫苗。 可以说狂犬疫苗在中国属于一种救命药,销量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全球80%的狂犬疫苗,都是在中国被注射的。 按照2011年的公开数据,中国狂犬疫苗的使用量,达到了每年1500万人份,相当于7500万只疫苗。 这个数量,超过全球生产所有狂犬疫苗的80%,据全球历史卫生数据进行估算,如果完全不打狂犬疫苗,那么中国每年会有3万人死于狂犬病,相比1500万人份的疫苗数量。 这意味着99.8%的人群就算不接种疫苗,也不会有事。 这么高的比例,也是这次疫苗造假的理论基础。 哪怕注射的是清水,你也有99.8%的概率是没事的。 如果里面大部分疫苗是有效的,少部分疫苗因为质量把控问题是无效的, 那么你没事的概率,可能高达99.9%以上。 至于剩下的发病死亡之人,推给小概率事件就可以了,冷烈月数环节失效,储存失效,注射方法不当。 直接被病犬咬中神经系统,都有可能导致疫苗无效。 所以狂犬疫苗造假很难被公众发现,医药公司根本不慌,可常生生物统一股东的加速延伸。 不过这次案件,直接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 那就是,中国的人和狗,谁更应该打狂犬疫苗? 你知道吗? 外国人是不打狂犬疫苗的。 我们从上图的数据看到,全球80%的狂犬疫苗,都给中国人打了。 这个时候就引出一个问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他们为什么不打狂犬疫苗? 欧美发达国家,是出了名的爱养狗,在美国吃狗粥,热带狗都是违法行为,狗狗数量极多。 难道欧美的狗都是高素质的狗? 这么多狗居然不咬人,他们的狗通灵了? 事实当然不是,发达国家的狗,和中国的狗,咬人的概率是一样的。 但是国外的人被狗咬了,不会去注射狂犬疫苗,所以狂犬疫苗的用量很低。 这又奇怪了,外国人不怕死吗? 哪怕只有0.2%的几率挂掉,你也得去打狂犬疫苗啊,几百块钱而已。 一条人命啊,还是自己的命。 其核心原因是,欧美日的所有犬类,都是要申请养狗证的。 所有注册犬只,每年都要定期注射犬用狂犬疫苗。 被狗咬了之后,只要犯出这只狗的健康症,查看其疫苗注射记录,被咬的人就不用注射疫苗了。 而现在美国已经达到了50年龄疤病的标准,连狗狗的健康症都不用发了,直接末日没事。 所以,在美国,人用狂犬疫苗一年总共消耗5万人份,和中国的1500万人份形成鲜明对比。 在美国的狂犬疫苗,一般是给被无人野狗咬伤,被野生动物如狼、荒岛咬伤,以及被蝙蝠空机咬伤之人使用的。 目前,狂犬病在芬兰、丹麦、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加拿大、美国、日本等,马来西亚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宣布消除,世卫组织认为这些国家的家养犬为无狂犬病风险,也就是安全动物,不会再传播狂犬病。 实际上,世界各地都存在狂犬病,但是95%以上的人类死亡案例,都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的狂犬病现状,在中国,狂犬病案例也被当成是政绩污点来处理,如果哪个省得的狂犬病案例排在了全国前三名,卫生部门铁定是会被责罚的,而其余名次的省得则基本不管。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狂犬病失控的时候,曾多次出现全城屠狗的事件。 小世纪九十年代,汉中市曾爆发过全城狂犬病疫情,应对方案就是全城屠狗,政府的解释是,人民大于狗命。 当时的确遏制住了狂犬病的流行,但是十年之后,一距如故。 捕杀政策对恶制狂犬病效果甚微,其核心原因是全城屠的白质速度实在太快了。 捕杀耗资巨大,只能隐积而不可能持续。 在全世界所有曾经采用捕杀政策,来恶制狂犬病的地区,无疑率完全不失败了。 而且捕杀政策容易伤及无辜的家养犬,很容易引起民间安全人士的抵制。 所以,这种投入大,效果差的方案,很快就被中国政府所淘汰了。 政府换了另外一套方案来遏制狂犬病,那就是倒立普及人用疫苗。 只要你被狗犬了,就给你打狂犬疫苗,这样发病率就下去了。 这一手段粗暴省事,效果显著,于是,很快得到了滥用。 据宁波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一波介绍,中国每年消耗人,用狂犬疫苗1500万人份,耗赐约100亿元。 而鸣波市每年消耗疫苗,高达12万人份。 狗伤人,人打针的本末导致现象非常严重。 卫生专家严加薪告诉记者,据卫生部本司部门2009年发布的中国狂犬病防止卸状估算, 如果中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每年约需245亿元。 换句话说,还有一半多的人,被狗咬伤后没有选择打狂犬疫苗。 这些人以农村居多,为什么中国宁愿给人打狂犬疫苗,也不愿意给狗打疫苗? 是不是狗用狂犬疫苗很贵呢? 当然不是,一只人用疫苗成本,就能生产20只受用疫苗。 狗用狂犬疫苗非常便宜,即便是进口的都不贵。 2010年,为了有效减少狂犬病的传播,青岛决定对本师的犬类,进行狂犬病接种费用,从40元降低到10元。 据政府人士介绍,这10元几位更换名医标志牌的公本费。 狂犬疫苗本身等于是免费接种,青岛的手用狂犬疫苗,为法国进口疫苗,采购价为17元一只。 10人是亏稳的,相当率政府掏钱补贴给市民接种,但是主动给宠物进行狂犬免疫接种的市民依然很少。 没有这个观念,为什么会出现狗伤人? 正打针这种现象,核心原因是狂犬病的防治工作归卫生部管,但是狗却属于兽类,归农业部管。 受用狂犬疫苗与人用狂犬疫苗甚至是分别由农业部和卫生部进行审批和管理的,彼此之间,严重缺乏合作互动。 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这是严家心的名言,按理说,狗咬人导致狂犬病人死亡,不应该不主要责任。 管狗的农业部责任应该比管人的卫生部要大,但是实际行政操作中,如果一个省份出现大量的狂犬病人死亡案例,第一个责罚的一定是当地卫生部门,而不是是农业部门。 所以,卫生部门推广人用狂犬病疫苗非常积极,但是农业部推广受用狂犬疫苗却并不积极,非是没政绩,严重缺乏动力。 最后就导致了这么一个现象,中国人用狂犬疫苗产销量占据全球80%,防止狂犬病耗次比每日欧发达国家还要多,但是狂犬病毒仍然大量存在于犬类种族体内, 始终未能消灭,大力推广廉价受用狂犬疫苗的国家,反而彻底消灭了狂犬病。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